美国军舰在夜间向去发射导弹 环球网军事8月29日报道 据俄罗斯卫星 通讯社8月29日报道 俄罗斯联邦北援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阿列克谢康德拉基因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 美国在叙利亚增加驻地中海军事集团的行动说明 一旦发生使用化武的挑衅 西方联军将从海上和空中对去军事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打击 据俄助续冲突各方调解中心从位于伊德利部省消息人士处收到的消息 白头盔 组织代表将一大批有毒物质 玉底萨拉基布市自由沙姆人伊斯兰运动 阿罗拉斯S 海武装分子使用的仓库内 之后部分有毒物质被转运至伊德利部省南部 以排演使用化学武器和之后指责政府军针对平民使用有毒物质 康德拉基因夫表示 美国正集中其海军并增加驻地中海叙利亚附近的海上集团 这使之在实施打击前得以集中 因此可以预期 一旦实施挑衅和下达心绪决定 将从空中和海上使用导弹进行打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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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